好,我們拿到一台 64位元的筆電 開機的時候,進BIOS 我們會看到這一個東西 開機的時候預設是在 看到Windows Boot Manager 那這台筆電就是有所謂的 UEFI開機的地方 Windows Boot Manager這個選項 那怎麼辦 如果你要安裝其他座位系統 你必須把 好,Boot Secure Boot Control這個選項 預設是Unable 那你要把它改成Disable Disable之後 你在這邊選擇你的隨身碟開機 第一順位把它放在隨身碟開機 好,把它放在隨身碟開機 然後你存檔 好,這個時候你會看到 吳胖都開機的選項 那這一個版本是 馬克包的Q-Bound 2 12.10 那13.04在這邊開機的部分 還是有一些小狀況 所以我們採用12.10來測試 好,首先我們看到了開機選項 我們就可以選擇 繁體中文 好,我們選擇安裝EGO 然後把網路卡插上去 然後往下走 那這邊導引式的,你注意一下 怎麼裝 它會 藍色的這一個 它是Ubuntu的 它會在最後面 再拉一塊出來 那這拉的這一塊 有一點大 看一下這邊 SDA級 那通常我會把它拉小一點 讓它多一點空間留給 還給Windows 那我們只要大概20G左右 就夠了 通常一般使用者在安裝的時候 我們建議導引式的就夠了 好,我們選擇立刻安裝 好,我們選擇立刻安裝 好,選擇繼續 它會自動幫我們把資料移轉 鍵盤我們選擇繼續 那我們選擇繼續 鍵盤我們選擇繼續 進行 接下来就等待它安装完成 如果你用的是i386的ISO档连开机都开不起来 开得起来以外你UEFI做到最后的时候 如果有问题它会出现GRUB安装失败 这是个人的经验 希望这一版是能够顺利安装完成 顺利安装完成它会显示 但是要提一提的是个人测试的结果 即使安装完成之后 那就会变成Ubuntu可以进去 Windows起不来 那你还要再做一次UEFI的那个开机的一个校正 算是调校吧 那它会帮你把Windows的UEFI开机的那个选项把它调整过来 这个时候你才可以把Easygo和Windows8和平并融 一起相融在一起 开机的时候可以选Easygo还是要选择Ubuntu 开机的时候可以选择Ubuntu 快要安裝完成 有沒有安裝完成 就在這個時候可以見真章 好,如果有看到這樣完成安裝的時候 你就可以正常的選擇重新啟動 立即重新啟動這個選項 立即重新啟動 這個時候你就會看得到幾個選項 第一個是無邦兔 第二個是修復模式 不過這兩個你會注意 如果你選擇Win8這個系統 他就會告訴你說開不了機 這裡 他就會告訴你開不了機 然後又跳回來 那你只能進無邦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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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好,当你进入Buntu之后呢 你要去下载安装一个叫做 Boot Repair的程式 好,有连上去以后 我们要搜寻 Boot Repair这个东西 这边告诉你要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要是加入来源 把来源档加进来 那这一块我会在新版的Easygo里面 自动帮大家安装好这一个套件 这样就不会造成 大家在使用上还要去下载 还要去做一些修正 你只要把Easygo 11装好之后 自然会有这一个程式可以使用 那我们再把下面一个指令 就是安装Boot Repair这个程式 把它安装指令把它复制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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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我们再把Boot Repair这个程式给它装起来 安装完之后就会在你的程式机里面 那我个人习惯打指令 所以待会我就用指令的方式进行 安装完之后 Boot Repair应该会在系统里面吧 有时候会慢一点出来 我们就直接用指令执行 Boot Boot一横 Repair 这个时候它会显示 开机修复的 一个选项它会一直扫描 这边一直扫描 镜头有点画 这边它会显示 是以增测到 开机修复工具 增测到UEFI的选项 它现在是白色的 所以看到比较花一点 把亮度再调低一点 好,这边 它会告诉你说 增测到UEFI的选项 请你 我们就这个时候就按下确定 你要做的就是执行这一个 你要做的就是执行这一个 最上面这个 建议修复值 那等一下它就帮你修复好 把亮度调低一点 好,让大家看到文字 好 把亮度调回来 它就告诉你 修复好了 按下确定 按下确定之后 我们重新开机看看 好 这个时候选项就不一样了 你会看到 各种不同的UEFI的选项 这时候我们选择Windows 8 这一个 你也可以选择这一个 好 我们选Windows 8 这个 进入开机选项 UEFI开机 应该这个 Windows Boot UEFI Load 这一个 我们要进入的是 这一个 第3 123 第4个选项 好,第4个选项 来 看一下 特别特写一下 特别特写一下 要进入的是 这一个 Windows Boot Uefi Uefi Load 这个选项 按进去 好,接下来你就会看到 你这台机器原来开机的 画面 那我们刚才有动过低磁点击 所以他会做一下检查 好,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 你原来的 Windows的 选项 那我就不进去了 那 Ubuntu可以正常开机吗 那 我们重开机 好,开机选择 预设的 Easygo开机 那值得一提的是 Ubuntu 13.04 这个做法是正常的 但是在K2 Ubuntu 13.04 是有一点小问题 所以 我们 采用 12.10的来测试 好,测试完是OK 所以这样你就会有 两个双系统 好,存在的 一个 一个情形 这样就可以完成 64位元 即使 不管Windows 或者是 Ubuntu都没有问题 好,都能正常开机